他这最大享受就是上台 这点一般的演员没法比 我爸爸在台上打哈欠 他到台上说着说着 他能打哈欠 说明了特别松弛式 特别美 也可以说他是享受 其实我觉得说到 马大师的松弛和随意 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段视频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 我开始听歌曲 你看这个我家有好些个录音 李古一唱 于树枝唱 关木村唱 什么这个 马于涛唱 这我都爱听 我特别爱听那个谁 那个叫李灵毅 还有那个谁 罗天禅 那个邓巴 邓丽君 是吧 我家有那段录音 邓丽君那段 我那段叫吗 他那段 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 连名字你都说错 年龙坛的问题 没有 防 guard 看今天你怎么说 好 你好 是 您说过两天来看过 洗 av �çons 就是一年多 365个日子不好过 以前你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别改我了 其实刚才这个节目 我有一个疑问 我想问问咱们在场的 各位观众 就是马老师他在现场说了 说邓妈邓丽君 邓丽君那个歌名 歌名想不起来了 对吧 刚才也说了 马老师一个特别松弛的人 在台上 那你就说 说他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还是他故意设计的 这样我来问一问大家好不好 来 你觉得他是哪种原因呢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你觉得呢 他可能是故意装作想不起来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想不起来了 你觉得呢 有可能是装的 装作想不起来了 那你应该是觉得就真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就是想不起来了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是这样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呢 马三立先生到底是故意设计的 还是确实是忘词了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 邓丽君那段就 那段我最爱的那段就 你这段叫吗 想不起名 就那个 我没忘你 你忘记我 就是完全在不同的两次演出当中的视频 但是我们今天看来是完全一样 他故意地在前面说 想不起来了 非得这样说啊 才能加深观众注意 这也是马氏向上的实法 有的不怎么欣赏 老头向上的 不常听的 他认为你还说错了 其实这是故意设计 这错也是一种手法 听着很随便 其实每一个语气跟字都是准的 那这些东西 他还会写到自己的台词里面吗 对 绝对写上 我们今天还真的是找到了一份 马三立大师当年的手稿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这一份 这一份 这个手稿到底和马三立大师 在舞台上的表演 有什么关系 他在舞台上 是不是也是这样演呢 我们正巧还找到了 这样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看 我没有这么富裕 你富裕 你挣钱多 你说我富裕什么 我没这么富裕 你没富裕 你看你这穿着打 你看你这双皮鞋 让大伙看 你要不富裕 你能穿这么好看的皮鞋 你看这样子 这样子多 你的皮鞋样子多好看 瞧我这双鞋 瞧我这双布鞋 太难看了 换两回后掌了 这鞋实在是不像 你说我这个身份 我这些职务 开大会 开小会 做谈会 接待外宾 见首长 这鞋实在 实在是太不像 我总想 我要来这么一双 这皮鞋 你看这穿着多抬 你多好看 哪哪的 你看我这双鞋 瞧我这双布鞋 两边是完全 你看我这双鞋 你看我这双布鞋 对 马老这一本的文本 跟他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 几乎是一字不差 谢谢